請你跟我這樣過 洗澡洗得好 就您健康 人不老 那就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 你有注意到你自己洗澡的時間 大概每一天洗澡多長嗎 還是沒有每天洗澡 我們男生可以不每天洗澡 你們女士受得了嗎 那你每天洗澡洗多久 你這個聽起來好像我們洗多久 然後什麼時候洗 這個是什麼 要看時程 翻濃迷迷 還要怎麼樣 是這樣子嗎 其實關係重大 因為國家衛生研究所有做一個調查 那麼他就發現說國人洗澡的時間 平均大約是13分鐘 這麼快 但是很多女生洗澡可能超過13分鐘 達到30分鐘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洗超過13分鐘 所謂的致癌的機率會大大增加 好 冬天洗熱呼呼的熱水澡才過癮 但錯誤的洗澡迷思 居然也有可怕的健康危機喔 挑沐浴乳 香味濃 有殺菌功能的才超值嗎 洗澡到底在白天還是晚上 對健康才是有益的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 王醫師喔 是 這個洗澡方法如果說 聽說錯誤的話 人會變老啊 你洗澡的時間不對 洗澡的太短或太長 水溫太高或太低 或是你戳得太久 會造成皮膚老化 那到底所謂洗澡的時間 真的跟致癌會有關聯性嗎 有這麼可怕嗎 一直有聽到這種傳說耶 有可能 而且很有可能 而且很有可能 是因為水的關係 還有沐浴乳 沐浴用品的關係嗎 這個待會兒我們好好 一個一個來拆解好不好 這個就恐怖了 但是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 三位的洗澡達人 這三位洗澡達人到底洗多久 怎麼洗 每個人都有他的配搏 是 好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位來賓 瑤瑤 來 瑤瑤 好可愛喔 現在是怎樣 要做好秀嗎 不用吧 妳這是平常在洗澡之前的裝扮 就是平常的睡衣啦 睡衣啊 對啊 那麼可愛喔 對啊 你知道女生慢慢年紀大 會開始要穿一些可愛的 年紀大 以前講年紀大 來看一下 妳洗澡有用一些什麼東西 我洗澡嗎 就是一樣基本上就是 像這個沐浴乳嘛 像我喜歡用沐浴乳 是因為要是用肥皂 感覺就是你知道 那個打泡泡打好久好累 我也是 這個比較方便 太多了 按一下然後就可以 然後要搭配這個 還有 搭配這個 這個搓得才會乾淨 乳啦 對 才會乾淨 我會加一些這個 就是你知道摩砂膏 摩砂膏 身體 對 你看我多怕身體 有那個汙垢 很累 摩砂膏還要加洗澡精 不錯 真的 最後再來一個乳液 乳液 Happy Ending 對 所以妳洗澡速度算是快 還是慢洗 其實我覺得我算快耶 快 幾分鐘 就是整個頭加身體 然後加洗點加刷牙 它歸週的差不多 二十分鐘 還可以 對 所以妳只要一洗澡 絕對就會順便刷牙的 對 我跟妳講 而且那洗澡絕對是 因為用淋浴的你知道嗎 二十分鐘要 五分鐘那怎麼辦 沒有 我認不包括刷牙 那刷也沒刷十五分鐘 刷刷 妳那個是感覺有一點是 到底有沒有洗乾淨 到底有沒有洗乾淨 那種洗澡吧 OK 待會兒來研究妳的洗澡 好不好 來 謝謝 再來第二位 第二位也是厲害了 對 她聽說是徹底清潔的代表 到底多徹底呢 來 我們來歡迎 來看看 劉宇柔 相較之下 妳就要簡單清爽過 對 這是在家裡 可以見客人的睡衣 我也可以 有客人妳就穿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沒客人 會比較可怕 怎麼會有客人呢 就是睡覺的時候 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 這又有點太舒服了 妳有兩套睡衣就對了 對 因為太居秀 OK 來 妳用什麼 其實我覺得沐浴乳 就是很基本嘛 一定 然後我會有很多種 就是不會只有單一一種 然後就是配沐浴球 漂亮 對 沐浴球就是一定要徹底清潔 對 然後還有 妳的沐浴乳會有什麼 功效嗎 二合一 三合一滋潤或什麼之類的 我比較注重在味道跟消菌 抗菌 抗菌 味道有香 而且可是我喜歡的味道 不會是一般女孩子 喜歡的味道 比較美嗎 就是我比較喜歡什麼 綠茶或者是什麼 茶樹 女孩子不愛這一種 色香 妳們會喜歡色香吧 不會 色香還是妳們不會 就是我覺得這個味道 聞酒是舒服的 我們都喜歡那種花香 對啊 玫瑰啦 薰衣草啊 我覺得這種味道聞酒 才會舒服 真的嗎 對 妳看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像個女孩子的味道嗎 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 比較不會讓男人有一些想法 哪會啊 好 那麼我歡迎第三位 她就是怕妳對她有一些想法 用央盤 對 是 好不好 不要這樣 就還要去找那個專門身體 去角度 去角度 去角度很重要 這高級的 這是身體的嘛 然後臉有臉的 就是一定要 洗面乳 對 然後頭髮我就沒有帶了 因為真的放不下太多 頭髮個人就是洗髮精嘛 然後護髮的東西 護髮一樣會做 對 然後洗完澡 後保養的乳液都沒有在摺 可是都要 所以妳這個徹底清潔的話 妳大概從頭到尾清潔要多久 刷牙 洗臉 洗頭 洗澡 護髮 弄完大概三四十分鐘 三四十分鐘 這還不是我聽過最久的 我聽過大概快一個鐘頭 有 我一個很好朋友 他洗一個澡大概一個多鐘頭 不會糟糕嗎 我都覺得待那麼久 對啊 妳就會 其實現在小孩喜歡 他在裡面搓什麼東西 可以搓幾遍 害人是真的 OK 來 待會兒我們一併 來稍微研究一下妳的方法 好 謝謝 謝謝玉柔 來 第三位代表啦 這個是 這樣子的名字 聽起來 證明他大概是怕死啊 應該是最掛的 好啦 來 歡迎百榮 防毒怕死 我就是天生怕死啊 真的 真的喔 對 那妳的防毒怕死是怎麼樣 因為我之前就 也是都會用很多 像什麼沐浴乳啊 洗髮乳啊 什麼乳製品 而且越香的越喜歡嘛 越覺得洗完得香香的啊 可是話我聽人家講說 裡面全部都是化學藥劑的時候 妳聽人家講應該是 天武教學 不好意思說 但是就是他 對 沒錯 就講 聽完他講了以後 我就開始覺得好恐怖喔 所以我之後就 都是盡量買天然的東西 然後所以像洗髮精啊 潤絲精啊 然後我就不用沐浴乳了 我都開始用 灶類的東西 真的 就是肥皂 妳沐浴乳就不用了 沐浴乳就不用了 對 神灶洗很麻煩耶 可是其實 肥皂比較好 可是妳洗完 妳真的發現 之前沐浴乳洗完 妳身上都會滑滑的 那可能廣告上會告訴妳說 因為還有加乳液什麼之類的 滋潤肌膚 可是其實妳想一想 覺得還滿恐怖的 那妳買青霜型的啊 那該不會都是細菱吧 誰知道 那我就覺得很恐怖 所以我覺得 洗完了以後 只要不要皮膚乾澀 稍微滋潤一點 大概肥皂是最好用的 那洗頭髮用有機無毒的 對 這預算比較高 預算比較高 那為了健康啊 好幾千塊的 對 為了好幾千塊的 也有問題吧 我知道 可是我自己 白老鼠青森經歷是真的 真的喔 對 我之前真的曾經這樣 用沐浴乳洗頭 有一陣子拚命掉頭髮 後來我改回來之後就 用沐浴 洗頭 他們應該太省了 省了 因為省嘛 各位 因為那一罐沐浴 就覺得洗節的力量超強 不管用什麼髮膠什麼都 都洗得掉耶 所以我就用那沐浴乳長期 所以頭髮也洗掉了 頭髮 對 所以頭髮也跟著洗掉了 好 先擺樓盤 謝謝 好 我看到三位的一些用品 當然洗澡為什麼特地 先來訪問一下三位呢 看一下他們用品 或說他怎麼洗的 對不對 其實洗澡大有學問 洗得對 沒問題 洗不對 疾病跟著來 對 所以要先來考考大家 注意聽我們的這個題目 哪一個洗澡的時間 對健康是最好的呢 一是早上起床 二是睡前洗澡 一或二 請選擇 好 二一二 後面二居多 只有悠悠媽是一對不對 整體來講 只有兩位是早上起床 當然是二啊 當然是二 對啊 因為你一整天那個 在外面已經灰塵啊 髒污 你不行 你就睡個覺 怎麼可能直接去睡覺 多噁啊 而且我們通常不是說 洗個熱水澡比較好睡嗎 放鬆 放鬆 對 泡個澡然後去睡覺 可是電影都這樣演的嗎 而且女孩子愛乾淨 對啊 為什麼我會選一呢 是因為其實我本身是 晚上睡覺前會洗 但是我早上出門 我早上出門前起床 我也會洗的人 我是一天會這麼公布啊 是 因為我覺得就是 像姨姨剛剛講 就是你出去一整天回來 真的很髒 你一定要洗才能睡覺 可是為什麼我早上會洗 是因為我覺得我 洗完澡的時候 比較有精神 是真的會比較有精神 所以我覺得一吧 可是為了提神用的 對 那王醫師解答一下 一還是二 基本上其實 如果你一天只洗一次澡的話 我跟你講如果一天只洗一次澡的話 可能你早上出門前再洗澡 會對身體比較健康 早上洗床 怎麼連你都這樣 對 看你都熊 老王 你不要外貌協會喔 所以說明一下 剛才提到說 三位女生都有個共同特色 洗澡的時候一定會洗頭髮 對 那你知道 當你如果晚上洗頭髮 你沒有頭髮吹乾 你如果去睡覺的話 我告訴你 隔天起來一定頭不舒服 會吹乾 會吹乾 晚上洗澡有個好處 就是你如果冬天早上洗澡 你真的比較 你比較不會怕冷 對 而且精神很好就出 你的血液洗澡會很好 對 真的 是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這也跟氣候 就是當地你處的國家的氣候有關 對 在美國為什麼他們習慣在早上洗澡 因為他們氣候不像我們這麼潮濕 對 所以我們常常到晚上回家的時候 其實覺得全身都已經很髒很黏 很黏 可是他們如果在大陸行氣候 根本一點都不濕 就很乾 所以他們反而是 回家的時候其實都還好 所以他們習慣是 出門的時候讓自己精神好 出去見人的時候 是最好的一面 所以他們是早上洗 可是在我們這裡老實說 真的很困難 在我們這裡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氣候來講潮濕 所以通常到晚上 已經全身都很黏力了 對 老實說不洗澡還真的還滿困的 沒錯 所以跟國家氣候有關 剛剛我們講說 最好的時間對不對 那如果反過來 一天當中有沒有洗澡 比較不好的時間呢 是 有聽說過嗎 我有聽人家講 說到是你要是太晚回家 你知道 你可能去夜店玩一玩 然後可能在三四點 那時候你不要洗澡 半夜為什麼 對 因為那個時候半夜 沒有 你一直也要靜止後面看 就出現了 好恐怖 對啊 不是不是 是因為你半夜的時候 通常那個時間 你的身體的器官 已經在做一些休息的動作了 然後你又再用那個熱水 這樣狂衝 精神又來了 對 那整個那個血壓 可能明明已經這樣子放鬆放鬆 然後他又忽然要這樣衝起來 所以可能容易中風 對不對 老師 中風 中風的老師 你前面說的都還滿不錯 後面來個可能中風 很緊急喔 因為他身體在休息了 你卻還要刺激他 我覺得就是半夜三四點 不適合洗澡 不適合 我也有聽過 就是剛吃飽飯不要去洗澡 對 也不要泡澡 因為我曾經就是 因為我們以前讀書啊 一定都是吃完晚飯 就趕快去洗澡 洗澡完就要開始念書 對 所以這個一定的流程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吃完飯 我就去泡澡 結果我才泡了三分鐘 我就覺得不行了 我整個就覺得那個胃 已經翻到這邊了 然後快要反除出來了 因為很不舒服 然後其實泡得根本一點都不舒服 真的啊 因為整個胃都很不舒服 可是你們都是聽人家說對不對 有... 喝了一點小酒千萬不要洗澡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覺得 好像沒什麼事對不對 好像沒醉 我可以洗個澡提升 但其實你一洗熱水 那個酒精一沖上來 你這個攤坐在廁所地上 起不來 很危險耶 真的啊 真的起不來 而且如果是當你... 你有自己這樣的經驗 對 然後如果說你是喝到 有一點酒意的時候 其實你是更危險 因為你會在廁所摔倒 什麼都不知道 雅蘭曾經也這樣過 對不對 然後真的 有一次就喝得他很茫這樣 他說茫茫的 其實也滿舒服的 然後說那要睡覺 他就去洗澡 洗完 我跟你講 我是扶他出來浴缸 到床上休息 他站不起來 對 進去的時候都好好的 我嚇到我 我想到怎麼會變這樣子 你是怎麼太誇張了吧 那是你們第二次面會嗎 還是... 沒有耶 暗示你 OK 所以呢 這個到底喔 每一個人的狀況不一樣對不對 來王醫師解答一下 有沒有不適合的 我們先搖搖那個好不好 半夜會中風嗎 還是屬於他個人的業障呢 基本上齁 其實現在是冬天 那在凌晨 我們隨便說 兩點到四點之間 本來就有容易中風的 對嘛 對 可是這個跟他洗澡 不一定是有關係 可是那個中風是因為 你突然下床冷熱落差啊 那是因為... 洗澡也是有冷熱 所以說它時間是對的 可是跟洗澡的關係不是那麼大 就時間點是對的 可是它再過來 如果你真的是太勞累的話 其實說真的 本來身體的狀況就容易不好 那剛才那個百龍提到的那個 飯後不要洗澡 對 其實一般阿嬤都會告訴小朋友啊 洗完吃飽飯 絕對不能去洗澡啊 對啊 因為我們說吃飽飯之後 我們的所謂的血液循環 全部在消化系統 當你在消化系統 要去做消化跟吸收 當你開始洗澡的時候 血液都跑到血管這邊來 你消化會不好 那整個身體就會不舒服 所以說而且最後久的話 你的消化系統會變得很糟 因為這個跟怎樣 跟怎樣泡溫泉 這家的警示不是有關嗎 對 吃飽飯不可以去泡溫泉 高血壓 剛吃完飯 你都不要先泡 是不是 起碼要隔半個小時 對 沒錯 那剛剛雨柔說 喝酒 對 喝小酒 那其實喝酒它分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 我們喝酒會促進血液循環 那你去泡澡 也會更促進血液循環 所以這時候再這樣你喝酒 本來就有點醉意了 你的肝臟本身已經在做一些 要解酒的功能 那你本身要讓血管擴張的話 你肝臟有一些血糖來不及產生 這時候你就產生 低血壓或低血糖 就整個就會暈倒 真的喔 所以基本上其實喝完酒去洗澡的話 我告訴你如果你在泡澡的話 萬一不小心 咚 萬一跌進去 有可能會有溺斃的危險 真的耶 真的這樣的情況嗎 對 那如果說你是站的話 萬一你暈倒的話 頭部去撞到 老婆就流血或頭部外傷 剛剛瑤瑤說的那個 我要幫你加分 因為他都偏行 真的 他剛才說那個時間點 真的之前有一個 不只是時間點 還包括因為台灣的 浴室的結構 你想如果說我們2點到4點的時候 已經很冷 然後你冬天 你大冬天從被窩裡爬起來去洗 那因為我們通常 浴室都沒有那種加暖設施 對 所以很多人進去脫了衣服 然後等那水半天都不會熱 尤其是那個冬天 那個水要熱超久的 對 之前有一個男生 他很年輕 他才二十幾歲 可能是本來也太胖有三高 他就是拔沒要早去洗澡 關起來突然間蹦一聲 就想說小偷嗎 蹦一聲去 發現他已經昏倒在裡面 他中風 就是因為他可能突然間很冷 可是他就等那麼久 所以真的剛好觸發因子 所以你講的還是有可能 謝謝 還是同性有溫暖 對 可是吃太飽不能去洗 是不是說空腹也不適合洗澡 空腹到你血糖太低的話 其實也不適合去洗澡 他說洗澡它有兩個目的 它會讓血液到我們的周邊 那周邊後你身體的血壓會下降 你已經低血糖又低血壓的話 其實你會也很不舒服 真的喔 對 比如說什麼喝酒洗澡什麼之類 酒量平常要練一下嘛 這是重點就對了 這是重點也是 而且我通常 我一年365天都是洗人水澡 然後 對啊 我習慣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不見得說一天只洗一次啊 有時候通常來講一天會洗兩次 如果我中午有時間 我在外面奔波到覺得需要去洗澡 我還是會回到家裡去洗澡 每一次洗澡大概五分鐘而已 五分鐘 五分鐘而已 這沖乾淨而已 因為為什麼很冷 對啊 我只能喝五分鐘 真的 我這件有一陣子 我真的是在洗人水澡 我洗了長達半年多 我想到了什麼十四度十二度 我洗人水澡 我跟你講速度衝 超過我想像的快 好快喔 幹嘛這樣折磨是不是 超過我想像的 你這樣洗澡的方式 反而 真的嗎 你就要冥死我就會中風 你 洗人水澡決定是 絕對是要慢慢的按部就班 你五分鐘 你不要這樣慢慢的 沒錯 五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就是從二十秒 再二十秒 再二十秒 這樣一分鐘 從你的這個下半部 從腳 一直到你身體的手 到你的腹部 這樣一這樣上來 正好是一分鐘 適應了水溫之後 然後下一分鐘 就是剛剛講的 塗抹那些比如說肥皂這個時候 塗抹完了 其實嚴格來講 不要用什麼東西去擦幹什麼之類 最好的擦你身體的 那個東西就是你的手 怎麼擦 對 哪有摩擦力 有啦 你都已經 你都已經說了 對最好的就是你的手 最安全的就是你自己的手 這樣子齁 對 而且這個 手嚴格上來講 要能夠到達你身體的各個部位 對 手很長 然後完了之後 完了之後 就是衝 真的想要問問大家 洗澡的程序是怎麼樣 這是真的喔 因為好像也很重要耶 對 來 我來稍微講 瑤瑤 我先講 我通常的話就是想說為了方便 因為我家沒有浴缸 所以一定是用淋浴的嘛 那淋浴的話 基本上夏天的話 就是從頭就開始淋 就是洗完頭洗完頭 然後洗身體 對 再洗一點刷牙 然後洗完你的刷牙的時候 再把頭上剛剛那個護髮束 再沖掉 這是正常夏天的程序 但是到了冬天 因為我家是租的嘛 然後它的那個熱水 其實像那種儲水式的 就它會先幫你燒了一大壺 那個很危險耶 是嗎 熱水一用完你就都冷了耶 對 對 為了因應這個事情呢 所以因為冬天又非常的寒冷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樣不行 因為要是通常 正常這樣洗的時候 你在洗頭的時候 那個身體就會很冷你知道嗎 對 所以這時候我就先把衣服就先穿好 我會先 先到廁所 我會先低著頭 把頭髮洗乾淨之後 身體不能碰水喔 然後身體還是穿衣服的狀態下 對 然後洗完之後 再把衣服脫掉 然後再開始洗身體 那雨柔呢 很像我就很麻煩 就每天 一天兩次嘛 都是這樣 就是我會先把 我先刷牙洗臉 就是在還沒臨時的狀態下 我先刷牙洗臉 因為那個卸妝的東西在臉上 你如果淋浴的話 跑到眼睛裡面會不舒服 所以我會先洗臉 就開始先洗頭髮 就會從髮尾開始洗 然後這時候你開始洗澡 就會開始去角質的動作 或者是像沐浴球 會慢慢刷... 然後這邊頭髮也會有時間去保養 沒錯 然後呢 刷完身體就是把護髮乳沖掉 連身體的一起沖掉 頭髮沖乾淨之後 我會把它抓乾 然後再夾上去 然後身體再用沐浴乳或香皂 再稍微帶過一次 因為剛剛護髮就是這樣 因為剛剛護髮素下來的時候 身體會滑滑黏黏的 那妳護髮不是會這樣 這樣子不就好了嗎 可是她身體還是會這樣 會冷 對 會冷 對 然後脖子這邊也會弄到 就很費工 然後都弄完之後 最後一定要再把臉徹底洗一次 因為剛剛毛細孔也打開了 然後 因為前面一開始是先稍微帶過 所以妳要徹底洗完 然後結束 我要分享一下我們人氣的心酸 對啊 我們之所以沒畫面 一樣就別講喔好不好 講差一點喔 對 我們沒有畫面 是因為我們速度就會加快 然後我們從頭 我們是非常標準 從頭到腳 就不會有跳的 就是我們很基本就是頭、臉 然後刷牙 然後就這樣洗下來 因為我們以前訓練 三分鐘就要結局 對 真的 訓練的 小朋友啊 小孩子 對 有小孩的時候 你剛吃完小孩 你怎麼可能 你就三分鐘要趕快 我小孩都看著我洗了 對啊 對啊 真的要快 講完了 講完了啦 OK 好的 來 那這個王醫師 這個洗澡的程序 或是清潔的方法 有沒有可能 不對的話 對於肌膚的健康是強 我們都知道 在我們清潔 不管是洗頭髮 洗臉跟洗身體當中 其實我們頭髮是最髒的 所以基本上 洗頭髮的那個清潔劑 所以基本上是比較強的 對 所以如果說你先洗完頭髮 你沒有把它沖乾淨的話 其實那個清潔力 如果沾到你的臉上的話 其實會照臉部有一些傷害 所以說當你先洗完頭之後 再洗身體 然後最後再洗臉 然後最脆弱的臉最後才洗的話 所以她的順序都對 對 這樣其實女生 真的在這方面蠻有概念的 但是她洗完之後 像剛剛雨柔說 要用這個潤髮 再洗一次 會不會過度 因為那些潤髮液 如果說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不管是清潔頭髮的 或是潤髮這些 最後如果留在臉上的話 其實對臉上反而是個傷害 那這最後一定要沖掉 真的喔 對 所以說大家臉還是最重要的 臉要最照顧 那這個素卿 有沒有過度清潔 造成皮膚的一些傷害 對 我發現 他們三個幾乎 只有百分沒有 幾乎都有那種去角質的東西 就是台灣女生 普遍非常的愛去角質 可是事實上並不是 以前皮膚科醫生常常強調 並不是需要 每個人都需要去角質 因為就像剛才吳教授講 你的手在做摩擦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就在自然的去角質 因為該剝弱的細胞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它就掉下來 所以你要不要額外 外力去用這些東西 其實就很值得商榷 像之前有一個 五十幾歲的女性 她到了冬天 就是開始聽人家講 因為現在節目越來越多 大家都會分享 自己怎麼洗澡 怎麼去角質 於是她就跟著她 講說我女兒她們也這樣 用一用她的東西 她就學著在那邊泡澡 泡澡起來想 還滿香燙的 然後想說 還有一罐海鹽 海鹽就來去角質 因為都會用海鹽去角質 後來第一天這樣就覺得 應該不錯 就塗一下乳液 OK的 可是大概連續這樣三次之後 她就發現不對 皮膚超癢的 癢得不得了 然後要命就開始抓 抓得開始起疹子 後來就整個開始脫瘦 你知道就像那種 像頭皮穴一樣 整個身體都很多穴 後來就可以醫生看 醫生說 你這就是 就是說因為你的年紀 事實上不應該過度清潔 但是你又學著 年輕的女生在那邊 又泡澡的 又用海鹽的 又怎麼樣 所以其實過度清潔 反而造成她全身 這種脫穴性的皮膚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像雨柔她這個比較 是可能潛在的危險族群 因為她一天洗兩次澡 每一次澡大概要洗兩遍 對 這個會比較危險 但是之後塗乳液可以有幫助吧 就是你塗得對的話 就是你水分還在的時候塗還好 可是你要知道 你是因為在台灣 因為我們的氣候實在一點都不乾 你如果去什麼北京 或者大陸性氣候的地方試試看 保證你羊子不敢 對 那不敢 那個真的不敢 一個問題要來考考大家 好 妳在洗澡的時候 使用這個沐浴乳 必須要先搓成泡泡再來洗 原因是什麼呢 1是可以徹底的清潔 2是避免這個沐浴乳殘留 好 來 1或2 請選擇 徹底清潔還是避免殘留 對不對 1 2 2 來 1 徹底清潔 因為其實像我們 不管是看電視或什麼 他們不是都講說 像不管是洗臉的或什麼 就是說她沒有搓成泡泡 她那個效用是不會出來的啊 所以一定是要搓成泡泡 要讓那個泡泡進入你的毛細孔 就跟身體一樣嘛 叫那個什麼髒東西 才洗得出來啊 因為我是不喜歡 直接讓洗髮精 或是沐浴乳 碰到身體的人 所以要搓成泡泡 就比如說像我洗頭的時候 我會先從髮尾開始起泡 然後洗到頭皮 最後才碰到頭皮 然後身體也是 可是我覺得就是因為 不想要讓她 直接接觸皮膚 我覺得她會殘留 就會太刺激 對皮膚不好 因為它畢竟是比較 怎麼講 化學的東西 你直接接觸也是不太好 我如果直接接觸 我頭皮會不舒服 或皮膚會開始有點紅 那你沖乾淨一點啊 就沖多一點水 我跟你講那個沖不乾淨 那有一次我就是把潤絲精 可能我就直接放在上面 然後從這邊開始嘛 然後這樣塗到髮尾 然後我就是開始 讓它停留大概三五分鐘之後 我就把它沖掉 可是乾了以後 我發現我這一坨啊 就黏黏的 然後洗不乾 醒好幾次 我還去洗髮店 請他們專業的 再幫我做清潔 還是洗不乾淨 這麼誇張啊 那有這種東西 他們用了一個殘留對不對 對 真的 一般比較輕微的狀況是 如果你直接 讓東西接觸到頭皮 你會一直感覺 洗不乾淨 就是你吹乾頭髮 還是油的還是黏的 就它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殘留在頭皮上面 真的啊 對 好 所以到底是徹底清潔 還是避免殘留 來 王醫師 避免殘留 避免殘留 我們都知道 我們那個洗髮精裡面 它有很多成分 那其實它會用 你知道用一點點 就可以戳出很多的泡 所以如果一大坨下去的話 我告訴你 你要很多的水來沖 所以真的基本上是要 要弄一點點 讓它洗了很多泡之後 不管是洗頭髮 洗身體或洗臉 這樣做的話 你才可以避免那個殘留 因為那些太濃度太高的東西 有時候對皮膚來說是一種傷害 所以如果剛才百龍那個 如果沒有弄完的話 它可能就像昌明剛才講的 可能會掉頭髮 真的嗎 對 因為它本身那個化學物質 會阻礙你的毛細孔 真的化學物質 很多都是有毒的 這些都是對身體不好的 包括沐浴乳也是一樣 都是 對 可是我們感覺這樣沖一沖 應該就可以沖乾淨 所以如果你一坨在上面的話 你就讓你可以自己做實驗 它怎麼戳 它水要大概很多倍 因為你是一大坨的 一般的沐浴乳 或洗頭髮的東西 裡面的這個成分 其實你真的去了解的時候 常常都超過十幾種成分 裡面甚至還有防腐劑都會有 對 乳化劑也會有 介面活性劑也會有 甚至還有調原料 甚至還有爭酬劑也會有 所以裡面的東西其實很多 絕大多數都是化學的 嚴格上來講 用這種沐浴乳或者洗髮精 等於是把自己身體先弄髒的 其實你的身體 原來還沒有這麼髒 這就是為什麼說 用這些沐浴乳跟洗髮的成分 有時候是有相當高的風險 像剛剛擺容那個情況是 他用的是什麼 潤絲 潤絲通常來講 它是屬於洋栗子介面活性劑 裡面是含有 鰍基的成分 那我們的頭髮本身也是蛋白質 也有很多鰍基的成分 因為頭髮本身蛋白質 具有鰍基酸 所以它是同一類的 它很容易就跟你頭髮 就糾結成一團 譬如這個 台南話說 這個黏體體 這個時候你就很難去處理它 那除非你也用 因為它是化學物質 你必須用對抗性的化學物質 來處理它 才能夠把它帶走 那你讓它有沒有泡沫 有沒有泡沫 跟你洗不洗得乾淨 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傻 有沒有 那個泡沫把它變成很細很小 沒髮科的是不是 我是沒髮科 真的要泡泡了 有泡泡跟有沒有介面活性劑 產生作用 又是兩回事 你知道嗎 有些介面活性劑 是有清潔作用 它不起泡泡 有些介面活性劑 它是起泡泡 但是它的清潔作用 反而比較弱 所以起不起泡泡 跟介面活性劑 本身的能夠 儲物的這個強度跟能力 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子喔 你用什麼洗呢 我用肥皂 肥皂 那你就跟白蓉一樣 因為肥皂 肥皂裡面的成分很簡單 一般來講就是牛油 頂多椰子油 那有些會加上一些 我們叫松香 那就是這樣子 那肥皂也很香啊 那頭髮 所以因為你松香有啊 有些肥皂加了這個香呢 比如說我們最有名的一個肥皂 在台灣已經拿過政治標記的 我們給過它政治標記的 國家標準政治標記 它拿了六十年的政治標記 它的成分就是牛油 椰子油 松香 香茅 在這樣製造的時候 所要加的柯辛辣 這些幾乎都是天然的 沒有所謂的合成的 那所以可以自己學的 做那個手工肥皂嗎 手工肥皂很多人做 很多人做 但是你用肥皂 現在手工肥皂 因為我剛剛講要加柯辛辣 所以做出來肥皂 絕大多數很少 只有少數的肥皂 它是中性的 絕大多數的肥皂 它都是偏鹼性的 但鹼性的東西 也會傷害到我們皮膚 讓你的這個角質脫落啊 還有你身體本身有的這個油脂 也會被帶走 對不對 洗澡就是要把油脂洗掉 不要洗掉太多 所以還好肥皂裡面的這個油脂 也是有我們的牛油 跟我們的椰子油的成分 所以它本身就有所謂的 好像是讓你皮膚保護的這個作用 用那種東西 用那種所謂的這種 沐浴乳去洗 或者是吸發乳去洗的時候 實質上來講 是你把皮膚都弄得非常乾燥啦 事後你再想辦法來保養 是這樣 對 反過來了 對啊 這種情況反而是 等於是你先做了破壞 再去做保養 有時候你想想 這不是很矛盾的事嗎 你們怎麼選擇沐浴呢 因為我通常會看到 是它買一送一 要是價錢便宜的話 我覺得... 你那個沐浴乳拿彩看一下 我跟你講這瓶我的最愛 對不對 色彩鮮豔 而且它也是個大牌子的 而且它好香喔 好香對不對 香味要... 顏色要鮮豔 超級香氣 要聞聞看 這香到翻天的香耶 難怪瑤瑤感覺有點過洞 沒有 它很香 是不是 這真的很香耶 男家會喜歡的味道 有沒有很像很甜甜的 我剛剛有聞很像的 糖的味道 對啊 你就洗完自己 就是一道甜點那種感覺 可是我跟妳講 洗完你就不用另外 再去做一些無味的一些 你知道 真的喔 香玫瑰味道好嗆喔 吳教授你聞一下 吳教授 他怕中毒 你稍微... 你稍微接近我們凡間一點 來 你聞聞看 怎麼樣 評論一下 有毒 沒有味道 因為我... 這個東西我害怕 為什麼... 它有精油成分耶 它有精油成分喔 辛香喔 如果加了這個很強的香料 或者是香精的物質 不只你洗完會放鬆 又很多你喜歡 哪會啊 不會啦 都有可能 我們過去審查過非常多的 可能已經超過好幾百件的 這種所謂的清潔的這個產品 很多這些清潔的產品 都到國家這邊要來申請所謂的 好的產品 就申請所謂的環保標章 絕大多數有香味的全部 大概99.9% 全部都被打回去 有些香料直接上來講 就直接傷你神經 有的香料進去是會傷害你的 類似淋巴的這個系統 有的會傷害到肝臟的這個系統 都是排毒的系統 好恐怖喔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 是有很強的香味的這個時候 你自己要很小心 留意一下 那顏色鮮豔有問題嗎 那一定是加了色素的 那色素洗我沒有吃有什麼關係 呼吸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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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很多色素是直接透過你皮膚會進去 為什麼呢 你們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你們是洗熱水澡 熱水澡再加上界面活性劑 對 這個時候會讓你的皮膚 本身是容易被穿透的 那這個東西如果是一種金皮毒的時候 你就是等於 把門敞開一點嘛 這麼怕 然後你又沒有熱水 又沒蒸氣 你皮膚又沒打開 因為怕成這樣 因為我已經聞到那個味道 摩洛哥玫瑰精油 摩洛哥 我可以講 沒有 你高級精油價位不會太便宜 高級精油 精油啊這個 學問很大 他那時候那個高價的化妝產品 或廉價的 你會覺得說為什麼同樣都是玫瑰 一個要賣幾千塊 一個只要賣幾十塊 對 沒錯 因為他用的香精的成分差別非常大 你最好的玫瑰精油一公斤是四十萬 可是一般劣質的可能一公斤四千塊就有 或者更差的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又是貪便宜要買最便宜的 那又要味道最強的 所以它絕對不可能是四十萬 它可能是比四千萬更便宜 對 那我們國家的 國家的精油的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我自己 失禮了 主席好 主席你打自己加精油的槍 不是 我跟你講 如果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 我們要說他好 如果說他是不好的 以我這種的個性 絕對會說他不好 玫瑰精油已經是 就是所有精油裡面算是比較單純的 但是即使是玫瑰精油裡面 你不要只看到玫瑰精油這幾個之後 它的化學成分 大概就有將近二十種化學物質 這些東西進去 不是 進去我們身體之後 就像我剛剛講的 直接可能就沖你的神經的系統 直接沖你的淋巴的系統 直接沖你的肝臟 那這麼複雜的這個東西 很多人很多人身體都不見得 正常的飲食或生活的時候 都不見得能夠對抗得了那些東西 結果你自己要引狼入室啊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碰到很多這些東西 一旦他到國家的系統來申請 要得到國家的這個同意 跟認證的時候 通常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我們都把它擋掉 因為太不安全了 真的喔 玫瑰呢 你除了香味或者是顏色以外 你有區隔嗎 抗菌 抗菌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如果我去一般外面那種 大賣場買那種沐浴乳 我會買有抗菌成分的 可是因為我不喜歡 侷限在同一種 就是我自己也會去外面找那種 譬如說保濕的啊 然後譬如說對身體好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味道重 然後也比較不刺激 但是都不便宜啦 可是我覺得對自己皮膚要好 就是還是要肯花錢 所以抗菌的潛在的風險在哪裡呢 他加了這個抗菌的成分 比如說他加了三綠砂 比如說他加了三綠卡本 這些東西實質上來講就是環境河 然後用多了之後 排到我們的大自然界去之後 這些三綠砂這些東西呢 陽光一照射 它就變成所謂的代曜星 甚至變成所謂的濾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 在我們的自來水裡面 很多飲用水裡面 都有三綠砂跟三綠卡本的重機 這些環境河門就造成大家天天都在喝 我們緊急在呼籲全國的這個老百姓 碰到有像這樣的抗菌成分的清潔產品 大家要抵制它 抵制 快抵制它 要抵制它 好不好 你那一罐就不要用了啦 那一罐送給那個王醫師啦 我用過耶 王醫師 王醫師 開心的 其實不管是抗菌的 或是那種保留玫瑰花的香氣 為了保留那個香氣 讓你洗完澡之後會有香香味道 其實添加很多化學物質 其實不只是環境荷爾蒙 干擾女心本身的荷爾蒙 那種穩定香氣的東西 會影響到你另外一半的精蟲 我們常說其實那種很多東西 這種化學的物質 真的是影響很大 不是只有影響你 對 男生也會有影響 對 如果男生用的話 本身會影響到精蟲 所以現在很多人不孕生不太出來 其實息息相關 都有可能 對 而且有一些更是來路不明的 更可怕對不對 順心 其實大家看完這個之後就會想說 那沒有關係啊 那現在選擇方式就簡單了嘛 就不要用沐浴乳 那用肥皂不就好了嗎 是不是 可是之前有一個人就是這樣 他也是聽了我們這樣講之後 就想說 那從現在開始用肥皂 於是他就去 不知道買哪裡來的肥皂 可能就現在又很便宜了 洗了之後就不得了 你知道嗎 他洗幾次之後 從首先開始整個都歸裂 就是非常嚴重的富貴手 然後後來想說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用肥皂 變成這個樣子 結果後來發現呢 因為他的肥皂裡面 居然有一個東西叫二納岩 待會兒那個 教授可能會講 就EDTA的東西 可是他那塊肥皂 在製作過程有加這個東西 而他剛好是對那個東西嚴重過敏 所以他一下去 整個手真的幾千就開始裂了 就變成老婆婆的手 所以即便你是要選 不是你是要選沐浴乳 還是要選肥皂 其實都有幾個重點 像吳教授剛才講 它那個肥皂是幾乎 除了天然成分還有顆性之外 幾乎沒有加別的 所以第一個是 你要選擇它成分要單純的 那像這種沐浴乳的東西 事實上因為 它做成乳狀 老實說因為水分含量很高 所以他們之前去調查 甚至連防腐的 磨瓦琳東西在裡面 所以大家在挑的時候應該一樣 就是如果你一定 你就是覺得你要用沐浴乳 你要挑成分簡單的 然後香味不要那麼重的 然後絕對不要再抗菌了 那再來還有一個環節 泡澡 大家喜歡泡澡嗎 愛 喜歡 對不對 愛說服 消除疲勞 泡澡感覺安全一點了吧 對不對 可是泡澡要促進新陳代謝 到底哪個溫度比較好呢 要考考大家 一是37度到39度 二是40度到43度左右 好來 到底是哪一個溫度 是最好的呢 一或二 請選擇 二二 二二 一只有三位 因為呢 選二是不是因為 它最符合泡溫泉最舒服的溫度 對 因為上來切 就是人體的溫度 那這樣泡就沒感覺了 要幹嘛 對 泡完很嫩耶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二這個理論 非常的堅強 大部分人都選二 黃醫師 答案一還二 一啊 答案37 我先問一下 當過媽媽都知道 要試那個水溫怎麼試 拿你的手肘去試那個溫度 那個溫度不燙 小Baby剛好 那個溫度就幾度 40度 那意思說 小Baby的肌膚很嬌 我們的皮膚也 不能說自己的皮膚是老皮 就覺得可以這樣子燙 所以基本上如果 超過40度的話 對你的皮膚來說 就這種傷害 而且溫度越高 它去油脂的效果越好 這時候你就這樣 你的清潔劑的話 你的皮膚就變得很乾很乾 而且又把水分給帶走 那會更慘 泡熱水澡 吳教授沒話說了吧 是不是 OK了吧 人家都泡人水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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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澡的 我都懷疑他的筋很緊 熱水澡OK吧 不要泡太久 為什麼 如果你們真的是喜歡泡澡 其實泡熱水 其實它唯一的這個功用 就是那個溫度而已 那你泡太熱也沒有用 因為我們的體溫 其實差不多37度 37度其實是在你比較 身體內部的這個組織37度 在你外部的這個皮膚 因為外面有空氣冷卻 其實都不到37度 只要你碰到有37度 其實你就會感覺到溫了 對 所以你沒有必要到 超過40度或40幾度 如果溫度一高 溫度就是化學反應的能源 在我們洗澡的時候 我們最擔心來自自來水的裡面 比如像是三乳甲丸 是可能自來水 在生產過程當中就有的 也可能三乳甲丸 是來自我們身體的髒東西 跟我們自來水裡面的這個濾氣 產生的反應 產生的三乳甲丸 它都是揮發性的東西 對 萬一你用了這個 所謂的這個清潔的這個成分 這個清潔的成分 如果是人工的介面活進劑 裡面會有一種非常毒的東西 我們叫一式二氧還擊丸 那是自來物 治肝臟的癌症 治腎臟的癌症 治神經的 那這個東西如果吸收菌 它不會代謝掉嗎 有很多東西當然會代謝掉 但是你不要忘了 治癌物質 治癌物質通常都是有 我們叫基因毒性的 這個基因毒性就是已經先 影響了你細胞的基因 那你的細胞還沒死 但是你細胞的基因被影響之後 不要忘了 基因是用來傳遞 我們合成蛋白質 這複製細胞的訊息 事後你的身體呢 就持續複製不對的蛋白質 不對的細胞 也就是說 即便沒有再有毒的東西進去 你自己要把自己的身體 裡面的細胞 變成一個自己產生毒性物質 毒性蛋白質 毒性細胞的工廠 天下有這麼傻的事嗎 對不對 那我如果今天開始就可以泡了 不是 你今天開始如果不這樣的時候 你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從今天開始 這樣的毒性的化學物質 不再影響你的細胞了 但是原來已經被影響的細胞 還是會潛伏在你身體裡面 這就是為什麼癌症的細胞 這麼難被偵測 這麼有長時間的潛伏性 而且現在的人越來越多 不是 可是我說實在 你叫我們所有人不泡熱水澡 真的不容易 因為很舒服 好 因為吳教授剛剛開頭有說 有說了 不要泡太久 對 所以你的不要太久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大概是多長 兩分鐘嗎 水放了二十分鐘 然後下去 兩分鐘 就有吳教授的臉就出現了 就起來了 放水要放很久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跟這個時間 還要看你泡的場所 是不是通風 對 還有你的呼吸的器官 是不是在這個通風系統的上 通常不太通風 通常不在下風的地方 在家裡面很難說偵測 我家是不是上風還下風 廁所就廁所了 一有窗戶 二有抽風機 對 對 所以這個就要把它打開 對 戴口罩 要不要N95 就不要呼吸到一起 假如說這些一切都弄得不錯 都具備了 泡多久 還是不要超過十分鐘 十分鐘 十分鐘 好短 對啊 那乾脆不要泡 浪在水 對啊 放那個水 只要放過三十分鐘 雨柔這就說得好啦 有喔 所謂的 我說對話 你也開始符合雨柔了 說一樣的話 我明明剛剛早就講了 她如果說得好 說得好的時候 我們要鼓勵一下 洗人水澡 洗人水澡的時候 又不要洗很久的時候 這個完全符合我們現階段 全世界在推的節能減碳 對 你不要去浪費那個 是的 能量 浪費那個 燃量 還有呢 不要浪費這麼多水 那王醫師 洗澡到底要掌握哪些原則 才能健康一些 來 第一個 洗的時間要對 吃飽飯後不要洗澡 對 那空腹不要洗澡 那洗澡時間不要洗太久 那不管是淋浴的話 可能五分鐘 那做泡的話 可能不要泡 超過十分鐘 要聽教授的 那溫度 淋浴五分鐘 淋浴五分鐘就夠了 十分鐘不行 哪夠啊 你又浪費水了 五分鐘才剛淋濕而已 我的建議是 大概就是 剛才你一開始講 國家衛生研究院那個數字 十三分鐘以內 其實就表示說 以我目前的水質 那在涼癌的情況下 你細菌的量 還是身體可以承受的 所以十三分鐘以內 可是我跟你講 像我們這種做媽媽的 洗完小孩兩個 還要再洗自己 等於是三個人的份 對啊 一人只能分五分鐘 真的 很拚喔 但是媽媽會比較辛苦一點 對 那最後一個建議 現在冬天到了 如果小寶寶是 老人家是屬於那種 所謂皮膚比較乾的 就是所謂那種 缺脂性皮膚炎的 或是有一些 皮膚炎的患者 麻煩你洗澡 不要洗得太乾淨 好 那最後洗澡用品的選擇 要怎麼樣選 才能避免一些毒物的傷害 越單純的成分的 這個產品最好 那如果可能的時候 你就直接用肥皂洗就好 頭髮也是喔 頭髮也是 但是肥皂洗頭髮 那當然可以啊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洗太久 不要讓這個肥皂 肥皂雖然是很天然 但是它還有相當的簡性 但是呢 你如果洗完了 能夠在很短的時間 就把它沖掉了 OK OK 好 所以呢 我想洗澡洗頭 它的詢問的確是有啊 雖然是我們每天例行公司 但我們很少人正面去看待它 到底有多少正確的程序 跟邏輯在那裡 對 那我們今天的內容 大家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媽媽抄筆記來搜尋 都可以找得到囉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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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